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点 它说圆C它的方程式给你了 然后A点是圆内的一点 那问你说,所有过A的弦的终点 它的轨迹方程式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第一个先要了解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所有过A的弦 当然有很多的弦 A在这里,那它会有很多弦 那每一个弦都有一个终点 每一个弦都有一个终点 那这些终点它会形成什么图形 就是你的轨迹方程式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终点叫做XY的话 到底X跟Y有什么关系? 就是随便的一个终点 你把它叫做XY 好,我们就假设它的终点叫PXY 那就要想办法找出XY的关系式 来,请看黑板一下 这是A点 这是通过A点的弦 然后这是它的终点 终点是XY 那如果是终点的话 跟圆心连起来 跟弦就要垂直 那这里连起来 就会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弦 那这个直角三角弦 就要符合B4D0 斜边平方程有两股平方核 那圆心 从这里可以知道原心是-3 1 然后这个A点T有了 这两个点有了 你当然可以知道 这个两个相减 -1减掉-3的话 就是2的平方加1的平方 看更好 那B4D0有平方 这两个平方有 那CP的话 CP就是X-3就是X加3的平方 Y-1的平方 一样开更好 但是它也有平方 PA的话 P点这个跟这个点 X-1就是X加1的平方 Y-2的平方 一样开更好 但是也有平方 所以你的平方通通可以原调 然后把这个化解 就会得到你的方程式 好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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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得到我的方程式 就是 就是 X平方加Y平方 加4X -3Y加5等于0 好 这样看看